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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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那我們來開始我們今天的哲學星期五 今天好棒 像你這得了 那我們還是要來介紹一下哲學星期五 因為昨天晚上其實沒什麼睡 所以現在覺得自己好像還是有點晃著 所以如果我等一下說了什麼就不要太在意 哲學星期五它就是說 它在每個禮拜五個晚上 我們都會有這樣一個聚會的場所 那我們每個禮拜都會針對不同的議題 然後歡迎所有的 不管你是五歲還是五十歲還是八十五歲 我們不限年齡 然後不限定你是什麼樣的職業或者是專業 我們都會歡迎你到這個每個禮拜五晚上的七點 然後到這個地方來和我們一起討論 因為哲學星期五它是一個非常開放式 然後非常多元的論壇 那我們就希望說 它每一位來參加的群眾都是主體 並不是說主講者或者是魚灘人他們講的才是 針對這個議題才是最重要的意見 欸這裡有位子喔 大家不要站著喔 還可以坐 這裡還有位子 所以說我們就希望 如果有來過的人就知道說其實有一件事情 在哲五非常的重要 什麼叫做群眾的主體性就是從現在開始 好 我們來抱擔一下那個自我介紹 就是我們只有十秒鐘喔 那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你是你的名字然後你住在哪裡 你在從事什麼工作 或者說你為什麼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那為什麼知道哲五啊 為什麼今天會來這樣子 你可以不要全部都講 我叫江泉鑽 那我現在在農業實驗所服機代議 那其實我對於台灣農業的未來 跟就是現在農業人口有一些興趣 所以我就來進行這樣一個議題 還是下一位 我叫陳平虎 畢業中去大學 目前在農事所擔任任務 謝謝 我叫陳平虎 我現在是研究生 也是讀方便大學 然後讀農學院 那對這方面非常有興趣 看可以怎麼樣發展比較好 大家好 我叫陳吉祥 我是台中人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今天主題是什麼 我只是覺得 只要有台中部有活動 我就有 有期間我就想參加 謝謝 就是我們忠實觀眾就是 因為我們就希望養成那種 不知道今天到底要談什麼 然後他就來 我們非常希望有這麼很多的這一種 反正他變成 禮拜五晚上 一當一個非常習慣性的那個動作 然後就在這裡做 就說啊 你看今天要談這個喔 所以我們就給自己一個小小的驚喜 也是小確信 好 下一個 大家好 我叫陳薇婷 喔 喔 這個 這個說要再度解釋一下 耳東城 各位各位草庭的體 字不一樣 讀音不一樣 台中人 目前是無業幽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光豪 雖然說我覺得個人都是主題 但是這個十秒鐘次我介紹應該不會從一個主題吧 謝謝 可以多講兩句啊 那我就會 謝謝 我來上次了 我也是那個農事說的 提代一 好 大家好 我叫Mason 在財政港的農業科技研究育業人工作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女士 阿未來男人 謝謝 大家好 我跟你們同學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 我爸爸在重點 所以就對農業有點興趣 所以是因為這個議題來對不對 對 而你怎麼會知道有這個議題 我從那個臉書的知識去做台中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念台灣文學 所以 我想來看看農業這塊怎麼樣 大家好 我的請訓有來蠻多次了 上次就有來聽過 是有關於這個部分 想說 下集要來聽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雅筑 我也是因為聽了上集 所以下集要來聽一下 大家好 我是翰陽 我在台中從事內中修 唯一的布農經驗是種豆芽菜 大家好 我是品輩 其實我是因為今天我們公司叫我來的 我們公司是大錢電台 那大錢電台其實一直都非常的關心 跟民眾相關的議題 那為什麼會叫我來 大概是因為我是專家小孩 所以呢 公司就派我來 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來參與一下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氏的那個 室內裝秀兒 大家好 室內裝秀兒 對 大家好 然後 是 有時候下班有空的時候 都會過來這樣子 那當時也有聽過上集 所以 不要緊在下集 我叫郭榮哲 現在在機關局 單 研發替代言 謝謝大家 謝謝 那個後面那邊廚房那邊 有要自我介紹的嗎 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現在切鳳梨就對了 現在切鳳梨就對了 現在跟大家防禦一位 切鳳梨的鳳梨龍 請大聲用十秒鐘 跟大家介紹 各位鄉親大家 好 請大家給掌聲歡迎光臨 他現在切鳳梨請大家吃好不好 所以他非常辛苦 來 代表 好 這樣就很壞啦 嗨 大家好 那我就彰化了 然後家裡也是做同業 所以今天剛有這個主題 跟活動 很有興趣 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 放輕鬆的去 enjoy這個過渡場 謝謝 下一位 下一位 跑不掉 跑不掉 大家不要躲啊 比較害羞啦 不要躲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那個 深土不二餐廳 那我們是 非常支持那個小農 然後今天才來這邊 然後跟大家參與活動 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深土不二綠石廚房的衣錦 那我們下午就是應好辦的邀請來這邊參加一個 農夫趴 喔 小好 好辦還有小馬的邀請 來這邊參加一個農夫趴 然後 所以順便留下來了 那很謝謝就是 小馬還有參與的農夫提供這麼好的農產品 讓我們有機會做出好的料理這樣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餐廳嗎 我們的餐廳 在哪邊 我們的餐廳目前還沒有開幕 預計是年底開始裝潢 因為現在目前看的點有其他用途 那我們的地點應該是在黎明青春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就是在行政院中部辦公室那邊 黎明青春 對 然後我們餐廳主要的訴求是綠色扶寶 那希望以台灣在地 那無毒的農作物為主 那我們沒有一個特定的習士是說 西餐或者是日式什麼的 這是我們的廚師 對 然後他叫Michael 他主要是學西餐 可是我們希望我們的餐廳 是回到以農產 就是料理食材為主 而不是以我們本身為主 所以我們會打破以往 就是廚師他受的西餐的訓練 可能你吃到的東西 或是西式加日式的料理頭髮 或者是西式加中式加泰師都有可能 那我們希望主角會是以食材為主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場地 謝謝 剛剛發生什麼事了 謝謝 大家好我是Hana 我是整理的志工 那因為今天人非常多 所以要選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傳一個籤道本 那如果說大家有信訊收到E-mail的話 歡迎留下你們E-mail 謝謝 大家好我是李 然後我今天來第四期 然後就是希望以後可以上來的 大家好我是水亮 今天對這個主題 有興趣可以過來 謝謝 大家好我是賴音心 然後我是念北義大的 今天第一次來 就是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謝謝 大家好我是賴音心 然後我也是早午志工 然後我也是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所以 就在我妹一起來 謝謝 還有剛 那是你們是姊妹嗎 你就是一貨財 對 大家好我叫張英勤 高二謝謝 大家好我叫陳雲小 然後目前也是神高二 大家好 我剛從東外食品科學所畢業 然後今天下午有來參加那個農族派 然後就直接留下來聽哲語 謝謝 大家好我是陳雁偉 然後就是覺得台灣農業的希望 謝謝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感覺就是 就是現在的糧食危機 然後如果我們能找到更好的方法種植的話 那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 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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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更好的發展 就是農業不會是西洋 西洋的一個 一個職業 的一個場面 這邊 這邊 大家好我是李長浩 我現在在 回家有機工廠上班 那今天很高興 能 台大職務這個活動 大家好 我是賴昭忠 我是台大職務所的學生 那我是 其實我一直就覺得說 我們這一代的農心 其實是台灣農業未來的 就是 中流鼓勵 那 剛好從健文的口中 正在有這個活動 所以就 跑下來 一定要參加 很高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嚴普 我現在在採源生態驗證公司 要準備當民進職合員 然後是因為 認識 欸 認識 家浩 健文 小馬 還有銀毒 然後來看看老朋友這樣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李滋璇 然後現在是 在當生物科的 師傑老師 然後對於青年從農 非常有興趣 假如以後 找不到老師的工作 那就 當個農親 然後順便來看一下 真正的農親 到底長得怎麼樣 到底有多黑 鼓勵 掌聲歡迎青年農親 阿比你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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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他 來看他 本師 真正的 都是 所以我還有事 不要再自我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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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拉巴克 然後我是花蓮人 然後我其實今天剛來華臺州 然後我是原住民 所以我已經知道拉巴克 今天是我原住民主 然後我其實想看到那個 我跟我同學長說 我想試試看台東電影 可以討論一個地方 因為我在花蓮 常常跟那個地球公園 會動褲的 然後我們也有在討論一些在地的地球 所以我只想來看看 來臺州 然後是不是可以來醫院看 然後臺州有那個 在討論一些的方式 然後就希望你們有時間 才來這裡 然後跟大家去討論 對 那我們一定要講一下就是 所謂的哲務 他在台中 在台灣有很多的距離 我們在固定有在台北 然後在台中 然後高雄 台南 花蓮好像有 摩爾 有在那個東法大學 場次不多啦 場次不多 對對對 然後屏東 第一次之後 還沒有第二次 然後現在有傳說中彰化 可是也還沒有一個非常確定的出席 那我們就希望說其實哲務 他可以在全台灣這個就是 遍地開花到處都有哲務這樣 因為我們認為說 這就是一個非常生活化 非常普遍的一種討論一些 跟我們平常生活可能息息相關 然後可是你不會去關心的議題 那我們希望每一週都可以吸引到 不一樣的人來看待這些 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 然後讓這些 平常不太被能看見的這些人 還有這些議題 可以讓更多的人 能夠去理解了解 然後互相來討論這樣子 好 謝謝 那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中心大學的中科技 然後第一次來哲務 而且我是在那個就是臉書上 就是追蹤那個楊聖琳的那個 臉書 所以就是就是有失去的 好大家好 我是阿龍 我是因為這位議題有興趣 所以才來參加 大家好 我是蘇西歐 然後我現在就讀 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現在就讀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科技工程系 然後 我今天剛好從高雄回來台中避難 這樣子 對 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替高雄祈禱一下 然後 我今天也是為了就是 覺得這個議題蠻有興趣的這樣子 然後再來這邊 大家好 我叫西西 嗯 我現在是放暑假 然後 沒有打工 蠻險的狀態 想說 來 來則物 然後多了解一下現在社會 到底在發生什麼事 然後多增長一些知識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王柔霜 那個 我對這次農業的議題很有興趣 然後上次有參加那個 也是小馬的那個 講座 然後是受到他的號召 所以想說這次一定要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家運 來聽 青年 來聽農業專題的 第二個 第二集的部分 對 那我希望 我覺得這邊 每個禮拜都有不一樣的主題 非常的精彩 各位如果 暑假期間有空的時候 記得多多過來 跟大家一起來做個 腦力激盪一下 大家好我是余辰 然後 因為上次 那個余台人人 就一直在廣告 8月1號 對 所以 還蠻洗腦的 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那個 哲伍的志工 我叫陳翰 就是 很開心今天 那麼多人來 就是 聽這場 那個 演說 謝謝 各位好 我是淑貝 我是哲伍的志工 然後 因為今天講的是青年叢農 剛好有一個事情 也跟大家做一個廣告 這樣子 就是 明天還有後天 就是星期六 星期天下午的三點 我們正在進行的一個活動 是小農紀錄片影展 台中場 然後明天會播放的影片 是關於雲林這個地方的農友 他們從事友善耕作的一個過程 然後還有遇到的問題 然後明天的晚上 有一部中國西藏這個地方的農民 他們的 也是 轉型要做友善農耕的一部影片 然後這部叫做葡萄 是我們特地從中國邀請過來的一部觀摩片 它是鄉村經典這個公益影像計畫的影片 然後後天 星期天下午三點 是一部描述宜蘭這個地方 一群老農民 然後他們轉型種友基 做友基耕作的一個故事 《星見村的友基夢》 這樣的一片 然後這個小農營展 我們上個星期天進行過了涼茶 然後這個禮拜繼續 然後歡迎各位 明天後天有空一起來觀賞 謝謝 那個《星見村的友基夢》的導演在我們 《星見村的友基夢》的導演在這裡 導演要自我介紹還是現在很忙 大家好 我是阿東 然後我也是哲我的志工 然後有空的時候就幫我們過來做直播這樣 然後對 就是我們最近就是跟幾個朋友成立了一個 所謂的中台灣公民營產開放式測騰平台 然後這個平台的一個概念很久了 很簡單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現在中台灣其實沒有屬於自己的營展 就前兩年就是還有那個 前七年都還有那個紀錄片雙營展 然後紀錄片雙營展已經回去北部了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所謂的大型的營展 然後所以我們如果要自己的營展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中台灣的人 中部人要跟我們地方政府說 我們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營展 那第二個呢 那就是自己的營展自己測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就是從那種種小營展 獨立營展 對 然後就開始試著 然後小龍營展是我們第一次就是說 試著就是來亂亂看的一個狀態 對 然後有興趣的可以歡迎他 明天後天來參與 尤其是明天那個雲林的農民們 會帶來他們傳說中的傳說中的花生醬 對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小龍營 因為對這個議題滿有興趣的 想知道那個青年在農業 青年是如何在運作的農業 所以就要請你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一個國教的老師 我去康教文 我最近要一塊餐廳 所以 因為幾年之後就要退休了 希望說可以好在餐廳裡面打招 因為聽到很多年輕人對做餐廳有很大的希望 我希望我也可以離我 好好退休之後可以有機會 我們踏入這個農村的建設 我們可以做這個做餐廳 好 感謝 謝謝 我叫蔡樹梅 我是陸董先生一起來的 謝謝大家 我叫黃憲怡就是 只是聽過蠻多就是關於農業長 所以我覺得就是都聽到很悲觀的東西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應該要是七級 然後實踐方便者 今天有七級了到方便了 應該也是有 而且原來就是我已經有點久沒來之後 然後我之後要考試 所以要把握暑假這樣 一起做這個 我們是不是有還沒有自我介紹 我一直想說我是不是記錯了 我是詠欣 然後因為我的同學是這邊的志工 然後他說一定要再去台北之前來一次 所以我今天就來這裡 你的同學是 你呢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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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聽到禮拜登的禮拜師公 我叫三十歲 我有曾經來 因為來 現在說農業 其實我這台 我這台是 我認識了 我這台剛好 離開 都離開 都農業的一台 在我的同學 所以我中間已經 我知道了 我只剩一個人在做生涯 今天 大家都離開農業 來到同學在吃泡農 所以 說起來 提供這些農業 但是在我這台 小時候 我這台小時候 大家都有做 所以基本上 對農業的 怎麼做法 我們都有 基本上的商學家經驗 但是 很苦 很苦 就是我這台 在那個時代 大家都進去農業 現在 現在 有些人 小妹妹都現在 來這台農業 來做 這是 我們這台覺得很便宜 還是覺得很開心的事情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瑋 哲瑋 好快 三小時而已 想不到今天 那我們應該剛好聽到很多 就是志工 沒有沒有錯 因為哲學 星期五他就是一個完全免費 然後 他也不需要報名 你們有報名嗎 按參加不可能報名 好不好 所以來就來 我們也沒有說那個 只有按參加人才來 所以我們是一個完全免費 然後由志工 然後一起來 每一週大家完成一些 自己可以認養的工作 然後讓他順利的運作 所以 雖然說志工 欸不會 所以雖然說哲瑋 他都沒有付給那個獎者的獎者費 可是我們會希望說 獎者如果說 比從比較遠的地方來 我們會補貼他一些策碼費 所以 就是所以 就是你們有看到這個嗎 就是如果大家 待會兒有餘力的話 可以挹注一下哲學星球 讓他可以一直順利的運轉下去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還沒啦 還沒啦 就等你進來 大家好 我是楊總理 然後我是哲學星球的志工 那 今天要談青年從農 那 為什麼有人在對我笑 好 那 反正就是這個議題 好像上個月有談過的時候 那這個月再來複習一下 那其實哲學星球每個禮拜都有不同的議題 那希望說大家 誒第一次來了舉手一下 情況下 哇 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第一次來 所以你每一次來都會聽到不一樣的議題 那透過不同的議題的接觸 你也許會找到一些 你以前從來不知道的東西 然後忽然覺得這個還滿有興趣的 那你就投入他 那其實透過這樣的方式 但是台灣的共鳴社會才會越來越壯大 那我們 除了談土地啊 環保啊 這些議題 我們也會談一些很輕鬆的話題 那 所以 不要太拘謹說 我們好像都 你們是社運團體這樣 不是喔 謝謝 這月蜻姐也是公共論壇 不是社運團體 那所以 謝謝大家 來參加這個 就這樣 我不知道今天要講什麼 因為不用報名 那你也不用是報名 不是報名也可以來 來大家好我是加油 然後我也是哲我的志工 好 可是我也不太知道今天要講什麼 因為每個禮拜都要想很多梗 每個禮拜都要想很多梗 所以已經覺得休息一個禮拜 這禮拜應該有梗 可是還是沒有梗 所以 好啦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 我們趕快開始 因為現在時間 我們今天講的比較多 那我們就希望說可以 大家可以好好的針對這個議題 互相來討論一下 好 那我們就交給今天的主持人 謝謝